要找工作不但是在台灣 那麼在美國也都有人力資源公司 不過在台灣 嘉義有一位女孩子 她在美國創立人力資源公司 上個月參加一場商業競賽 竟然打敗來自全世界 包括微軟在內的113個企業 勇奪商業競賽的冠軍 獲得台幣750萬元的獎金 也算是台灣之光 專業的圖表流利的英文 這是上個月玲瓏儒在美國參加 商業競賽的報告片段 這份商業企劃書 打敗全球113個企業 拿到冠軍 連微軟都是她的手下敗將 這個比賽 它是一個全球性的比賽 然後總共有全球來自於各個角落 對不起我不知道總共有幾個國家 不過有113份的商業企劃書 然後第二回合的三選之後 剩19個 然後我們就是一路這樣子進來的 29歲的林榮儒是嘉義土生土長的台灣女孩 在美國西北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 去年創立人力資源網站公司 她的企劃書內容就是建立 勞資雙方更快速人性化的媒合 活潑的報告內容獲得評審青睞 也拿走台幣750萬獎金 我們現在二數人5萬美金投入很多 在這個手機應用程式開發的部分 然後這其中包括科技的部分 然後還有行銷的部分 我今天能有一點成就 全部都是台灣給我的 林榮儒很謙虛說公司從兩個人 到現在已經有15個員工 那到企業比賽冠軍 都是台灣教育給的觀念 在美國企業界展樓頭角 也是台灣之光 專業新聞好過文 嘉義報導 結束了